这个餐厅的一个图示啊 餐厅的图示说我们就需要然后把这个图给裁切一下 举行选择工具 我们需要画这一段 选择下来 好的 先拿他放到一边去 放到一边去 放到一边 我们在这个位置去画一下 把这个 透视的绘图直引面点 透视点拿过来 再拿这个位置来 拿过来以后的时候我们看一下我们整个的一个透视应该是从哪个角度然后去走啊 把它放在一边 分析一下他的一个尺寸啊 是这样高度的时候我们按照2米7去画 宽度的时候大概是多少呢 是6米3 6米3 我们大概2比1的一个比例就可以了 2比1的一个比例 2比1这个比例我们怎么去控制啊 先编辑2D网格 放在一边去 2比1 好看一下整个透视的一个感觉 先键图层 打开绘图直引 2比3 1 2 两段 2比4 1 2比1 4个啊 好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比例啊 放在这 6米3米 差不多6米2米7 按照这个比例算应该是可以的啊 稍微窄一点啊 杀料一点 就花这么多 框子稍微放的小一点 比例是定下来就行了 然后一点透视 一点找好 取消 编辑会的追隐透视 一点透视 重新找一个 放到大概三分之一的一个位置 好 放到这里来 放到这里来以后 我们接下来的时候呢就开始 给它正式的一个绘制了啊 往上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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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整个空间应该是这么一个回事 接下来我们把我们画这个平面图给贴进去 平面图裁写下来贴进去 贴进去以后从哪地方开始啊 需要对它进一个拉伸 拉伸扭曲 这个点贴到这里面去 外面手贴过来 外面手贴过来 好大概放在这啊 放在这以后我们接下来就比较好办了啊 几个位置就已经确定出来了 我们接下来往后面去走 后面去走 从哪地方开始呢 看一下我们这个图是一个什么关系啊 入户门应该在这后面啊 入户门在这位置 玄关的在这后面 展柜 这个柜子在这边 鞋柜在这后面 隔断在这边 餐桌在这边 按照这个空间 我们画的时候就比较简单了 回到下面这个图层 找到一个 差不多能用的一个铅笔啊 OK 开始回质啊 从后面来 这个地方应该是入户大门 在这个地方 铅笔这个笔不是很好用啊 我们换一个画笔试一下 换了一支笔 入户大门 在这个地方 好 入户门 入户门 后面这个柜子在这后面了 给画的稍微高一点 因为视线遮挡的原因 如果画了以后会被餐桌给挡到 往这后面走 这是后面的这个铁柜坐在这个位置 用笔去建模 用笔去建模 后面是它对应的一些墙面上的一些造型 对上去 对上去以后到这边就是它的一个隔断了啊 隔断在这个位置 隔断在这个位置 上面是个凉 隔断的一个造型 如果说你速度稍微快点的话 基本上可以 在十几分钟 就完成一张我们这样的一个透视 这是我们这个柜子侧面的一个造型 好 后面画到这边以后 接下来往这边去走啊 接下来往这边走 这边是一组立柜的一个造型 立柜在这边 一个酒柜啊 这个酒柜具体要做成什么样子的时候 你就是根据自己的设计方案来了啊 我们就 不做过多的 一个 介绍了 按着拖时方向去走就行了 上面可能就是一些酒柜了 在这上面 这根据自己的设计走 为了考虑我们这个降低一下我们这个绘画的难度 我们上面就不做别的一些造型了 能处理一个白板 白色的面板 自己去设计了 在这会儿我们就不做过多的一个介绍了 放在这里 餐桌 家具单体 然后才是我们要画的 需要画的一个内容 可能在这时候你画的时候很多内容就看了不是特别清楚了 怎么办呢 我们把这个图层给它降透明度降到低一点 对吧 我们在上面重新建个图层 我们再重新画 对吧 在这上面再重新建一个灰图辅助 分一下前后 分一下前后 参照桌面的一个位置 桌面的位置 先放在这 下面那些造型 我下面这个参考图也要透明度调的低一点 要不然就看不到我画的什么东西了 挑战过以后一定要回到自己能找到的那个图层 要不然的话你不知道画的什么东西了 这时候先把自己的一个单体的椅子 餐椅给画出来 这时候可能看线材就比较多了是吧 比较多了就看不出来了 看出来的话 我们稍擦除一下就知道了 两边还有 先放个几颗体在这 先拿几颗体上去 这时候就要求有一定的自己的一个画图的一个透视的一个能力了 我们就是意思先放个 然后这几个餐椅放上去 放上去以后 看到吗 看到吗 这座餐椅就把它给放上去了 这个放上去 这个放上去以后剩下的一些东西的时候你就可以怎么回事呢 涂上去画了 可以涂手去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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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把我后面这个涂层给找出来啊 有些被参与挡到的 就擦掉它 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你不会很乱 就在这里的 能擦的给擦一下 这样的一个大概的一个空间的一个透视的一个感觉就出来了 我们这个餐椅再给它去画一下 解除绘画辅助 我们就徒手给它去画一下 画的美观一点 有个地方就反复的去比较一下 给擦的地方稍微给它去擦除一下 有不然不知道画的是什么东西了 就完全乱到一起了 地面的这个参考就把这个关掉了 这时候两个涂层就放在一起了 就像这样的声音 这时候叫擦擦擦擦擦 还有一种办法 如果说你担心自己会画得很乱的话 那你就换个颜色 用另外一个颜色 你就可以然后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区分了 然后把涂层上的给整好 这个时间都花在擦这个线条上面了 然后把涂层上的给整好 这样就能看出来的大概了 它的一个调顶 别忘了画 其实上面一些梁之类的上面的造型的时候其实完全可以通过然后自己的一个设计去给它考虑一下就行了 下面有点空 空怎么办呢 是因为然后我们地面上的一些内容没有画 把地面上的一些地砖的一些纹理 然后给它去画一下 它就不会空了 在这边的一边 然后给它去画一边 就会让它去画一边 我把它的建立 就会让它去画一边 是因为它有很多地方 那是因为它建立的 然后它就会有很多地方 然后它就会有很多地方 它下面这些椅子的一些腿的一些投影 再找一下 把这东西换上去以后 它会有一个黑白灰的一个对比 它就不至于画面上全是线条 全是腿 举晕了 画面里面给它加一个框 加个框我们就结束了 有些地方不需要画的 我们就该插的地方给它插一下 不需要那么多 画面 就要这么多就够了 这个图书就要这么多 别的地方不需要 放到这里 关掉 辅助 把刚才画的一些图层 基本上都在这个图层里面了 调整一下它的一个黑白灰关系 画的颜色因为是铅笔画的 感觉有点淡了 调的稍微深一点 就可以了 还有一个办法 背景图给它加点氛围 稍微给它加一点颜色 画面感觉感觉稍微好一点了 这么一个回事 把它拿过来放一边去 第二个图 摆在餐厅的一个图层 上面是用很黑的笔画的 所以说效果它会好一点 下面这个画的时候 能可能用铅笔画的时候 它颜色它整体感觉 它有稍微灰一点 感觉对比就是稍微弱一点 我们下张图的时候 我们继续再用 这个墨水笔去画它 大概十几分钟 一个透视 我们再画下一个透视 我们下张图的